我们来看三种命运线 首先一个是命运线非常深长 这种人他是靠自己的力量 实现人生的目标 牢牢的把控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是一个非常深长的 他把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 这是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他的命运线非常的细 不是很深 对于一个人来讲 他是目标没有明确的设定 就跟前面一种是相反 或者说是代表一个人 他有足够的财富 可以不工作 可以不出去为他人服务 或者他无论周围的环境 怎么改变 都是按照自己的步伐 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 这是一个没有说太多的目标 随意而安的一种特点 那么还有一种 他的命运线他没有 很多人都是没有找到命运线 也就是事业线 他是一个能够灵活的 适应周围的环境 而不靠自己打开生活的人 即使在工作或者朋友当中 在一起的时候 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处于融入气氛当中 甚至是气氛的制造者 他是一个开心果 他能够活跃气氛 而且是一种通常受人喜爱的角色 这是一个三种命运线的特点 人物人公司 他们有BMW的都会出来